在未開始問你一些個人的問題之前 還有一條關於電影的問題 就是年初的時候 說黑社會、暴力 侵入電影界的問題很嚴重 其實你怎麼看呢? 對你們製作人有沒有影響? 對你自己本身 這個是我想已經幾年了 但是你也知道 做電影的事情 你說一部電影的票房成功 是不是有很多因素? 不是單靠某一個人 某一個演員他賣了保證 那為什麼同一個演員 他用不同的戲劇出來呢? 根本可能差點共地的票房 所以就說很多所謂學勢力的人 就是看到表面的東西 見人家中六合彩很容易 自己也不要中一下 自己想中一下 其實做下來的時間 他們大家都知道 原來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所以就說 在這一兩年 他們都知道 所以很多人都很自然地 打退堂鼓了 退了,失蹤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 向前看 應該是比較 現在是 好了很多 大家比較開始 遵守我們這個 搞電影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想應該 這些問題應該是比較 所以接下來應該比較少 好了,開始的私人問題 又是看到一些報道 麥當雄說自己從來都沒有戀愛過 其實這句說話可信性有多高 是嗎? 真的嗎? 沒有,沒有戀愛 為什麼呢? 戀愛的感覺應該是怎麼樣? 不知道 那為什麼你覺得自己還沒戀愛過? 拍過拖吧? 拍過拖 沒有戀愛過就不夠穩 因為 你有沒有愛過人? 沒有 不肯付出嗎? 是不是因為自己自私? 不是… 這是可疑不可求 你是遇到 你遇不到就遇不到 又可能… 你知道我們是做這一行的 經常都接觸這麼多 這些演戲的情緣 但是自己寫劇本也寫了很多這些 所以可能遇到一個女生 就很理智地去把這個女生分析 你知道愛情的東西 就不應該這麼理智 應該是那個… 戀愛的東西我覺得 是很屬於青少年的專利 她甚至不是很成熟的時間 是很感性的一件事 你說在青少年的時間 沒有遇到就沒有了 到現在這樣的年紀 你說是不是? 越來越大的時間… 我不認同 像你的好夥伴蕭若元 她也是這幾年才結婚 她也過了青春期有得 現在好像挺未滿 你怎麼知道? 我們看起來挺未滿 還未離婚 算是挺未滿 為什麼你不讓自己去試試? 這個…不是… 從她那裡吸納一些的心癢 不是…不讓 你真的無法遇到 那個…年紀越來越大就越難了 對吧? 你有沒有遇到? 現在… 你幾年… 我把自己放鬆一點 不然會覺得做人很不開心 經常都要這麼理智 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去決策 已經有很多壓力 但是… 放鬆一下自己傻傻 這樣也不錯 是啊, 我現在盡量放鬆 都阻礙不得 還是… 你對女朋友的要求是什麼? 到現在沒有什麼要求 有什麼要求? 說來聽聽、分析一下 為什麼會無法遇到? 沒有什麼要求也無法遇到? 沒有, 又說回理智上的分析 其實這個大家… 如果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 是不是都… 你說不說? 其實都是要說的 就是說對方的條件、背景 就是互相都要… 大家會計較這件事的 不是說是否現實 這個是很理智的事情 那你除了這件事的時間 我想就是很直接的感覺了 大家一起是不是很快樂、很開心 這個是… 要是你感覺到有, 要是沒有 你現在有沒有拍拖? 你現在有沒有拍拖? 有吧 現在有多少個女朋友? 你… 真的不知道一個人 會不會害怕結婚這個責任呢? 就是永遠希望做黃龍 所以就不去面對這個問題了? 會的 我覺得是… 有個家庭是一個包袱來的 那個… 我已經… 那個壓力這麼大了 做事的時候 為什麼還要避免一個包袱呢? 我自己都… 你說是嗎? 我自己都不明白 你必然是… 是…要付很大的責任 尤其是如果有了子女 你說怎麼辦? 怎麼辦? 這樣有一位心理學的專家 就分析你的臉 把你的臉左右這樣看 如果全左呢? 麥當雄呢? 就是一個不成功變成人的人 要成為一代的蕭雄 這樣全右呢? 就是覺得你對人是不信任的 寧願你負人 就不可以… 無人負我 那你覺得她的說法對不對? 我對人不是… 我對人不是… 不是… 我對人是不信任的 寧願你負人 不可以讓人負你 我對人不是… 不是… 我對人不是… 我對人是很難令我信任的 但是我信任一個人之後 我就完全… 放了手 相信她 這是要這麼說的 那你說… 另一邊就是我做事是… 有了一個目標之後 我是會… 很執著 很有魅力 來希望她達到這個目標 大概是這樣 希望你認識一個女生也是吧 希望得到她一直向前衝 其實你現在還有什麼目標呢? 做人和事業 沒有, 最重要的是開心心 除了之外 我就是很…非常事故地去追… 繼續追求我的名利 是這麼簡單的 追求就是這樣 每個香港人都是這樣 希望你一直快樂下去吧 多謝你麥多虹先生 接受我們的訪問 是 大地在我腳下 國計掌於手中 哪個再敢多說話 二平六莫是誰 哪個統一精霸 誰人戰績高和孤家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諸君看霸 朕 知江山美孔如華 登山立墓 指天笑馬 捨我誰堪華 盡視智 人在此 奪了萬世瀟灑 還蝕蝕 還蝕蝕 全韓清 全眾我豬何卑達 各位, 又到了Dudu對Dudu的時間 今堂要問問鄭月玲 一些貼身 有關於電影圈的問題 看看你怎樣回答 你有沒有那麼多問題問 你按著我又答無可奉告 有 電影圈有一股惡勢力 專門要大牌幫我們拍戲 你有沒有曾經受這些惡勢力的騷擾過 怎樣應付 可能我自己幸運 以前陳志強是我的經理人 當時所有有關我事業的事 都是交給他 他有沒有被人騷擾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 看回自己的事的時候 從來都沒有受過任何騷擾 有人說 演員除了演戲厲害之外 收片酬也要很厲害 聽說李湯湯也收足片酬 為什麼這麼聰明 這個不是聰明不聰明的問題 因為我們拍戲有合約在先 大家都是跟著合約去做的 既然我完成我的工作 我就只剩下我應有的酬勞 但是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知道你只有兩位女助理幫你忙 有沒有想請我大隻佬做保鏢 如果真的有不愉快的事件 就算你有四五個大保鏢 大隻大力士 我兩位女助理 其實應付我的事件 卓卓有餘 所以我沒有想請什麼保鏢 你有沒有什麼可以改善 現在樂勢力侵入電影圈的方法 如果剛才有看到麥當雄的訪問 我想麥先生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 和詳細了 做電影不是那麼簡單 賺錢也不是那麼容易 我相信他們都開始明白了 其實大家都應該 照著遊戲規則來辦事 令電影界越來越興奮 大家這麼說 今集我們訪問了三位朋友 軟硬天師和麥當雄 軟硬天師在未上來我的節目之前 都覺得很奇怪 為何我要訪問他們 其實他們兩位 是我自己最喜歡聽的DJ之一 很開心他們上來 無論訪問成不成功 但我也很高興他們肯上我的節目 另外就是麥當雄先生 經過剛才的訪問 我發現的確他對娛樂圈 尤其是電影的觸覺很敏銳 我自己也學到不少東西 好了 今集的星夜傾情時間也差不多 下星期有更精彩的訪問 等著你們收看 下星期再見 拜拜